激动人心的2023年世界拉力锦标赛已经来到了第八战 今年横跨亚非欧和南北美洲的13个赛段 对任何赛车都是兼具考验 尤其是废弃涡轮增压发动机 需要在收油换挡时 涡轮仍能保持足够的转速 再次踩下油门 较大的进气增压就能让引擎立即处理 使动力随叫随到 而方法一般采用偏时点火 比如以前用化油器的发动机 会在怠速时增大节气门开度 并将点火时间推迟到做工冲城的末段 让刚点燃的混合器顺着排气门 跑到排气器管理爆燃 这样活塞出力微弱 只能凑合维持怠速 但排气管理燃气爆炸膨胀 会推动涡轮维持高转速 并制造偏时点火的砰砰声 这样就消除了踩下油门时的涡轮响应迟滞 而用车载电脑ECU控制的发动机 则是检测到怠速时 便选取某个进气冲城突然加大喷油量 但不给火花塞通电 使过浓混合器排放到烧红的排气管头段 并打开节气门后面的进气之路 给排气器管理补充空气 形成最佳空燃比 导致混合器爆炸 用高压废气来维持涡轮转速 这两种偏时点火方法 都能在发动机怠速时 将涡轮转速维持在每分钟15000到20000转 但排气管理爆炸时产生的激波 也会显著缩短涡轮寿命 用不了多久就会崩圈掉叶子 早在上世纪90年代 英国ProDrive公司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该公司为了争夺WRC赛事 用三个五蓝黄涂装的斯巴鲁一包赛车 建立车队参赛 获得了46次分战冠军 三次厂商年度冠军 和三次车手总冠军 究其原因 一部分要归功于ProDrive公司 为一包赛车的涡轮增压器 研制的废气冲压助推火箭 该火箭能起到和偏时点火相同的作用 其外形是个前后开口的圆筒 铁皮焊接的外壳侧面有个空气进气管 内部是耐高温合金制作的燃烧室 上面钻了很多进气孔 在燃烧室前段侧壁上 有一圈侧倾的空气进气管 以及和侧壁开孔联通的中央进气管 我们把斯巴鲁的水平对置引擎小心地抬下来 将排气管通到火箭前端 怠速时 钢内附由燃烧的废气会进入燃烧室头部的扩张段 使废气在这里减速升压 而冲压的废气会与头段小空里跑进来的新鲜空气混合 形成过浓混合器 被火花塞点燃后 无法充分燃烧 燃气的膨胀压力不能抵抗前方排气管的废气压力 火焰只能顺流向后传导 而到达中段的废气 又和侧壁及中央进气管喷出的空气混合 由于侧壁喷出的气流有切线速度 形成了涡流 可带动中央进气管附近的混合器一起旋转 于是燃烧室中段因涡流掺混 使混合器立即达到最佳空燃比 并被前方传来的火焰点燃 而燃气向前的膨胀压力 绝大部分被内外圈空气喷管的侧壁承受 只产生较低的反压 并不会明显阻碍废气进入燃烧室 同时燃气涡流向后膨胀时 在收敛型喷管内加速运动 将绝大部分气体内能转化为动能 冲击涡轮 因此推动涡轮的废气 由于在收敛喷管内做近似的等伤膨胀 而显著降温 并由于燃烧室中段的混合器做定压吸热 并不会制造激波 从而避免了涡轮被崩掉叶片 因此涡轮工况有所改善 同时进入外壳和燃烧室的空气 也为这枚冲压小火箭提供了冷却气流 让它和涡轮同样耐用 但为了得到足够的空气 还需要在增压器的引气管上 安装带阀门的支路 通到火箭外壳上 发动机怠速时 只要开大阀门 增加支路的空气流量 就能使燃烧室达到最佳空燃比 因此斯巴鲁赛车在起步前 只需要维持怠速 就能通过冲压小火箭 使增压器的引气压力 保持在大约每平方米3.6公斤 轻彩油门就可弹射起 虽然2008年 斯巴鲁冠宣退出的世界拉力锦标赛 但玛丽强进外形舒展流畅的 蓝色异宝赛车 至今还在向车迷们显摆着 他排气管上那个独特的小火箭 有多么好用